所以我相信將來你是可以的啦 那接下來又請問的是法稅改革聯盟的主張喔 他們的主張是稅付人權入憲 廢除違法函視 平反稅務冤案 終結萬年稅單 廢除稅務獎金 杜絕違法徵稅 歸還超徵稅收 嚴懲濫稅官員 他們這樣的訴求 楊院長您支持嗎 我們現在有定了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那這部法律呢 其實對我們的整個在世界上的一個價值 那個就是一個應該說對稅捐人權的一個尊重 具有一個彰顯的意義 那在這個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裡面 他就彰示了 就是說對於稅捐人權 還有課稅的公平正義這樣的一個追求 那只要我認為說 這個不管是任何人 任何聯盟 或任何個人 對於租稅 他要求的就是他的租稅人權的要求 是符合人權保障 符合課稅的公平正義 那我認為這樣子的一個理想都是值得讚許的 好 本席是這樣認為喔 大法官應該扮演的是解釋憲法的意志喔 劃定違法之處的操染角色 同時呢要解釋憲法 雖然要與時俱進 但是呢 絕對不能為了迎合執政者來進行詮釋喔 因為大法官作為憲法的守護者 必須要秉持自身的專業知識跟素養 對於抵觸憲法的法律 宣告違憲 密集失敗 才能夠捍衛憲法根本的地位 那接下來就是大法官喔 除了應該要具備應有的條件資格之外呢 大法官被提名人的這個品德操守法學法律學士以及實務經驗跟對社會的貢獻 都是我們衡量審酌大法官被提名人是不是適任的標準喔 那我要請問您對過去已經發佈的大法官解釋 有些有哪些解釋是有不同的意見 是不是可以簡短說明一下 曾經做過的解釋喔 當然現在已經到七百七十八號 那非常的多 那比較早期的 因為有一些時代的一些變遷 所以我就找比較近的我個人的一個想法喔 第一個我認為說 就是在做視線解釋的時候 一定要考量所謂的時代意義喔 那應該給予就是這個時代意義上面的 應該給予它更積極的一個面向 也就是說例如像那個性別的平權 那雖然憲法第七條有講到平等原則 但是呢在憲法徵修條文的第十條 它講究的平權更是一個積極的平權 也就是性別之間的積極平權 而且是一個實質的一個平權 所以我認為在解釋的時候呢 可能要 應該是要做更積極面的一個考量 那尤其有一些事實呢 它其實是一個我們在法律上叫做 縱然法律有變動 那它也是一種 就是它這個法律關係這個事實是繼續的 一直在繼續 所以縱然有變動呢 這個繼續呢也是一種叫不真正溯極 不是所謂的溯極 所以如果是在一個不真正 就針對不真正溯極的一個法律關係的變動 那我是認為說在解釋上面 不不妨可以更考慮到就是說 現在的一個名義 或是現在的一個法律規範 所存在的一個狀況 不用太去 就是說在這個時候 法的安定性的考量 就不應該是那麼的重要 這是我在憲法解釋上 個案的解釋上面 我曾經有的一個想法 謝謝 謝謝 那根據了解 在民國95年